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 一个男的 如果生活过得不如意的时候 会变得多么的丧心病狂 多么的歇斯底里 莫名其妙 无理取闹 简单来说就是跟女的一样 我就是紫薇 尤其是当我面对着 我喜欢的男生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说 我真是跟紫薇一样啊 瞎了眼了 而且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 说这人啊 肩膀上有两盏灯 说你走夜路的时候 不能轻易回头 你回头灯灭了 鬼就会来吃你 所以我每次背着我弟 我都说弟 你看一下后边有没有车啊 我再这样下去 我就会变成那种 凡事都讲究面子 讲究排场的人 直到有一天 严重起来 我连被绑架了 第一反正都不是逃走 而是问他说 你就给我准备一辆面包车吗 电影还是非常好看的 沉船那天晚上 然后那天晚上 狂风大作 就 口气来了 下大雨 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 风雨交架 护画 你知道他小的时候 有一次回来 放学回来 特别要我杨的 说姐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姓杨 我说但是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确定是我的孩子 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吗 这是什么操作 我老师的灯是最难拿的灯 什么意思 你要作为男性表态 对不对 你拍了我也得拍 别拍了 你拍 且慢 且慢 你得让人家表现一下 哎呦喂 真的是 确实是现在就是 人气也比较高 是吧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在我上一季 你知道 取得了那么 斐然的成绩以后 然后帮 我自己也帮节目 创造了辉煌以后 我再来参加这个节目 竟然还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选手 我不坐在那也就算了 为什么他能坐在那 把他给我拽下来 来人啊 笑个文化 你行 真的很久没演出了 准备好听到一些 犀利的男女话题了吗 突然让衣服 二字了 感觉到杀气 我看你们也不关心 我的死活 我都被骂成那样了 你们还想让我讲 你知道在我被骂得 最厉害的时候 就是那种 屋檐会与人身攻击 挂在热搜第一的时候 竟然还有观众 给我发私信说 莉莉 你要继续讲 你要勇敢一点 我当然想说 你咋不勇敢一点 你知道这种人 就是看着都不嫌事儿大 他们就是那种人 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 然后两方 有一方明显 最强壮的 最厉害的那他已经急眼了 他说你再给我说一句试试 然后他就在旁边说 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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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一点 没有勇敢了 再勇敢下去 就是鲁莽了 真的 这一年 我学会了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就是那就是 不要轻易地调侃男性 如果非要调侃 只调侃成功的那部分 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 一个男的 如果生活过得不如意的时候 会变得多么的丧心病狂 多么的歇斯底里 莫名其妙 无理取闹 简单来说 就是跟女的一样 怎么样没想到吧 我疯了 反正那帮人 也不会放过我了 我豁出去了 自从我收了脱口秀以后 我冬天出门 再也不觉得冷了 因为我头上扣的 全是帽子 但你们知道吗 我意外地发现 我意外地发现 这个世界上真的 没有绝对的好事 也没有绝对的坏事 被骂也有很多好处 真的 比如说我现在整个人 比原来积极了好多 特别努力工作 因为每当我开始泛滥 就不想工作的时候 就会有网友出现来鼓励我 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接了 我说这个活我太累了 我想回家休息 然后就在回家休息的路上 打开微博 看到一些舆论 一个微博ID名称叫 杨丽怎么还不死的 热情网友说 杨丽好像真的接不到商务了 哈哈 我立马打电话 在公司说 再给我接一个广告 我对这些网友的感情 怎么说呢 你们这辈子 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就是我如今的所有 他们就有点像我前男友们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如今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他们看看 我过得有多好 你知道所以我每次 我每次在发广告的时候 简直就是双重的快乐 一种就是觉得 又赚到一笔钱 另一种就是说 这还不得给他们 气个好胆的 背马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现在和我妈的关系 好了很多 因为他再也不催我结婚了 他说 以我现在这个名声啊 催我 他说 以我现在这个名声 催我结婚 无异于逼我送死 他说 如果一个男的像在 想娶我的话 应该只是想 打我的时候更方便 我觉得他说的对 你知道吗 就是 这个世界上 所有女生 如果说真的遇到家暴 一定会得到 这个社会上 所有人的同情和帮助 但只有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 有人传出杨丽老公家暴 所有人应该都会觉得 是我的问题 会说 你是不是说话太难听了 然后我就特别委屈 我就说 没有啊 就是那天他问 我喜欢他什么 我说喜欢他的自信 好 我 contestants 好 就是我啊 谢谢对 видим 好 欢迎大家ать hearts 我 我的告别演出 真的 这个才是我人生的剧本 你知道我本来自己演的 觉得自己演的好 还在那美呢 以为自己演的是致命女人 没想到我演的就是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经纪人现在常常提醒我说 最近出去 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要记住你的世界里 没有小鲜肉 只有安家和 好漂亮 男性要表态 对不对 我现在是把这些男的都吓坏了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又来录这个脱口秀大会了 真的 这一季就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我这一季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写不进去段子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发现这个事已经不刺激 我紧张不起来 因为我潜意识里老觉得 我只要随便演演就赢了 你是吧 我做个太简单了 你知道什么才难吗 恋爱 恋爱可太难了 恋爱之难 难于上节目 我甚至为了谈恋爱 还去录了一个节目 叫锦衣日可恋 你们看了吗 千万不要看 那个节目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我每天都要出去 认识一个新的男人 我奉劝大家一句话 朋友们 千万不要把爱好当工作 太痛苦了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想到 认识男的会这么痛苦 我跟你说 现在已经到这儿了 就是 就是男人 在我精神领域的 这个含量 到这儿就是顶 录到第五个的时候 我都恍惚了 我去问导演 我说 我为什么这么急着找男人 不是有一个孩子 等着上户口吗 赶不上小学开学了 然后他们很过分 他们可能想在这个节目上 多展示一些男的 所以他特别害怕 我喜欢上前几位 所以他就找一些 我绝对不会喜欢的类型 简单来说 就是我段子里吐槽的类型 我才明白 吐槽人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要 不是吐槽这么明白 他们也找不了这么准 谈恋爱可太苦了 这一年我真是没少吃苦 然后 没有没有 但这个真的 只能怪我自己 因为我一谈恋爱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你们平时看到我 你知道 潇洒 自由 情绪稳定 可以说世界一切美好的品质 都给予我一人 但我一旦谈恋爱 我就会变得脆弱 多一些斯底里 你知道我们这一年 已经有两个男的 说我说话像穷瑶了 但是我觉得我 杨丽 我说话像穷瑶 给我气的 就马上去看了一下 穷瑶写的东西 我发现写得真好 写进我的心坎里 我觉得 我觉得我就是紫薇 尤其是 当我面对着我喜欢的男生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说 我真是跟紫薇一样啊 瞎了眼了 我总是喜欢上特别差的人 而且越来越差了 真的越来越差了 差到什么地步 就这么说嘛 这个节目里所有的男演员 我都喜欢过 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们也是好的 我为什么总是喜欢上特别差的人 因为我总觉得 我最终可以改变他 就是虽然我看起来特别普通 但我实际上特别自信 你怎么劝我都没有用 你特别夸张 你说这个人特别差 这个人特别坏 这个人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强强民女还发动战争 我都会说 那是因为之前没有遇到我 快别废话了 快让老娘去点话他 就是 我就想奉献我自己 你知道吧 夸父逐日 女娲补天 杨丽嫁人 我觉得啊 我谈恋爱都快谈疯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再这样下去 我挣的这点钱 将来都得被男的骗走 我再也不谈恋爱了 我再也不谈恋爱 我不追求恋爱了 我准备结婚了 我受够每天那种 在家里就是 换得换失 你想着说 他到底爱不爱我 我想过那种 很确定的生活 就是每天在家里 就是心里想 我确定他就是不爱我了 但是他再也甩不掉我了 很踏实 而且结了我影响 我再也没有之前的痛苦了 我再也不用认识新男人了 我真的每次 我真的受够了 再去听他们嘴里那些 我根本不感兴趣的 无用的知识 我还要假装很感兴趣 你知道吧 就为了让他开心 最后对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心理创伤 只能喝酒来麻痹自己 我非常擅长这一点 就是你 很简单 就是不管他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就说 啊 什么 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讲讲嘛 哇哦 好厉害呀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副委员再给我来杯威士忌 都一样 咱们女人啊 到哪儿都得伺候人 说到这儿啊 我还是想和大家说一句 我前面说的这些啊 都是胡说 我真的是非常向往和恋爱和婚姻的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一年 我所有人生都太顺利了 我需要一些挫折 就是 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 好像都有点太简单了 我觉得 我好像脚永远踩在地上 就是你可以总结规律 所有工作你越做越好 然后你可以趋利避害 但我特别希望 我人生中还有一种情感 就是能帮助我 不是考虑利益 就是能帮助我超越我性格里的 自私和懦弱 达到一种 就可能是某种 有力量的永恒吧 我也不知道 然后 有一次我就 把这句话 跟我一个喜欢的男生说了 我说 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谈恋爱 我是喜欢那种超越的感觉 然后他也特别认同 他说对对对 我也很喜欢杨超越的感觉 行吧 那就祝福你吧 希望杨超越也能喜欢你的感觉 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也像我一样瞎了眼的话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今天就不说什么刺激的了 讲讲我弟吧 我弟也很刺激 真的 相信我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弟弟是吧 那一般有观众听说 你是个女孩 然后你父母生了个弟弟 你们家是不是重男轻女 不是的 这是一种偏见 我们家不重男轻女 在我们家是这样 你生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不受重视 就是没有人有心思放在孩子身上 我们家只有生存的压力 你可以抱怨一对城市的父母说 你怎么都不关心你的孩子 他就会说 我做得好差 我都不关心我的孩子 但是你要敢抱怨我的父母说 你怎么都不关心你的孩子 他就会说怎么了 那不还活着呢吗 是不是挺好的 坐那活泥呢 也不知道从哪找的水 所以你知道 在这种条件下 我跟我弟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我俩的关系 我说一个细节你们就懂了 就是小的时候 每一次走夜路的时候 我都会背着他 你知道吧 每一次 因为我小的时候觉得 鬼都是从后边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关系 就是表面上看很好 但是不敢细想 而且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从哪听说的 说这人啊 肩膀上有两盏灯 说你走夜路的时候 不能轻易回头 你一回头灯灭了 鬼就会来吃你 所以我每次背着我弟 我都说弟 你看他后边有没有车啊 我弟现在怎么说呢 很健康 之前说的都是封建迷信 没想到是封建迷信 但我对我弟也很好 就是我帮他扛住了 我们家所有的社交压力 在我们家当孩子 真的社交压力非常大 你们见过那种父母吗 就是他特别爱炫耀自己的孩子 你们见过父母吗 就是 我爸就是那种 就是他不知道 他每次从小到大 在家里请朋友吃饭的时候 都要把我拉出来 表演一个节目 我今年29了 我还要在长辈的饭局上 表演节目 我只有这个时候觉得 我真的得赶紧结婚 生个孩子 然后让这个孩子 替我表演节目 这是我摆脱这件事的 唯一办法 因为真的很尴尬 你知道吗 超级尴尬 就是一般都是一些长辈 这些都喝得叔叔 大爷都喝得面红耳赤 前面有一个叔叔还在说 我跟你说啊老李 你听说了吗 隔壁那个县长 前两天危机 让人撸了 然后我爸就说 来 大家把手里的酒 放一放啊 放一放 放一放 老李县长的事放一放 下面有请杨丽 来杨丽 为大家敬杯酒 说一句话 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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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感觉这是某种咒语 你知道吧 就是 到他这样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只能硬着头皮 站起来 然后所有人都看着我 你就感受那个氛围 你就知道 我今天不可能 轻易说点什么 我不可能站起来说 各位叔叔 大爷都在酒里了啊 这种是不行的 我必须得说出来什么 不然别说对不起 我爸 我都对不起 隔壁内县长 然后我一看 都是长辈嘛 我就说 各位长辈啊 大家年龄都不小了 你知道吧 平时啊 少喝酒 少去朋友家喝酒 缺不缺德啊 但没关系 我觉得根本 没有人听我说什么 因为我不管我说什么 都会有一个叔叔 特别适时的 捧场站出来说 你看人家这个孩子啊 上过大学 就是不一样 我跟你们说 凡是说过这句话的人 他一定没有上过大学 因为上过就知道 没啥不一样呢 自从我说了脱口秀以后 我爸又多了一个项目 就是他最后说一个 演一个演一个 就你在上海整那个 演一个 别不敢 是不是不敢 有啥不敢呢 我每次都想说 爸 我不是不敢演 我敢演 你敢听吗 这些朋友还想不想出了 你以为我是一个 何家欢的节目吗 你这些朋友 我不认识 但是他们有一个 共同特点 就是都是男的 我咋眼 我一上去就是 各位叔叔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觉得男的吧 所有人肯定都懵了 只有一个叔叔 还免请保持性的说 你看上过大学 不是不一样 所以说什么父母和孩子 是平等的 根本就是瞎扯 你知道吗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 像我爸这样的父母 但是没有一个孩子 把同学领回家写作业 写着写着说 是不是累了 把手里的笔放一放 下面有请我爸 来 我爸 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你不是会喝酒吗 来 吹一瓶 吹一瓶 我真的 从小我就备受困扰 所以当我长大以后 有一天 听说曾经在有些地方 女人吃饭 是不能上桌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吗 我说这是哪儿啊 天堂吗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这一集比到现在 我算是明白了 当你被别人喜欢以后 你以后再演出 最大的笑声 只有你上场那一刻 让我再享受一下 最近你知道 确实 今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说我最近搬家了 因为赚到钱了吗 原来是和杨门合作 我现在一个人搬出来了 就是对 人嘛就是这样 你变好的时候 不抛弃朋友 怎么证明你变好了呢 对 而且我这么努力 也是为了他呀 就是为了他将来五十年后 有机会跟自己的孙子 指着电视里的我说 你看那原来 可是爷爷的室友啊 但我最近就有点害怕 但是我发现我新家有蟑螂 你们见过蟑螂吗 太个人了 就吓得我都不敢回家 我原来和杨门合作的时候 家里也有蟑螂 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 可能是因为当你家里 有一个更个人的东西的时候 我让你演得好 好了 这个以上就是我今天 脱口秀的全部内容 完美结束 真的 热搜我都想好了 就是杨门恩 个影人 没有 没啥段 过去这一年 我都没怎么做脱口秀 我都在录节目 你们也看到了 都是和什么张博之啊 吴学怡啊 什么陈安 你知道他们都是那种人 就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是头都特别小 你说我出来乍到的 我哪知道啊 我还以为导演组骗爱我 别人都用正常镜头的时候 就给我特写镜头 我以为是想放大我的美 当时真的 我都开始怀念起和陈璐 一起录节目 我说那个时候 我不光头小 个儿还高呢 我还是回去录脱口秀吧 只有这些演员 能放大我的美 他们都只会放大我的头 太欺负人了 他们 头小也就算了 还会特别多的才艺 我都不知道录节目 还要才艺的 导演组说你除了脱口秀 你还会一些其他的才艺吗 我说会啊 我还会呼吸 我还在这幽默的 那边博之姐 咔就倒立起来了 导演组说 你看看人家 你还会啥吗 我说我还会讽刺他 你说行吗 你看他脸都变红了 要不我交给他呼吸吧 就啥也不是 除了说话啥也不会 我录节目都不是这个 我最大的困难是 我无法一整集 都保持一个优雅的坐姿 经常就是我录着录着 你就看见我经纪人 在摄像机旁边对着我说 杨姐杨姐 下巴 收一下 腿 合上 就是跟你比比画画的 一套动作 什么 坐起来一点 不要驼背 头发 头发弄一下 头发弄 转一下 这边好看 手拿下来 不知道的 他以为杨丽是不是听力不好 不然录影的时候 为什么前面要配一位手语老师 叫最烦的就是这个 头发弄一下 头发弄一下 那我头发就是又多又密 就往下掉 那能怪我吗 要怪也要怪 控油防脱能力 非常好的 养元清洗发水啊 养肺发际线 让你的头发像我一样 密不可控 好了 这回真的没了 这回真的没了 你们也了解我的 我商务都念来了 我还在乎啥呢 谈恋爱吗 不谈了 这一年真的气死我了 你知道现在网上 有一种说法说 你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要先问他一下 喜不喜欢杨丽 喜欢才能和他在一起 我当时想说 他喜欢杨丽 难道他不应该 和杨丽在一起吗 你们是疯了吗 我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谈不成恋爱了 我好不容易有几个 喜欢我都让你们弄走了 我就只能专心搞事业 一不小心事业 有点搞得太好了 就是 我现在不光学习了 艺人的优点 我还学习了艺人的缺点 你们能想象吗 那天 前几天我竟然拿着一张海报 问我的经理人说 我说 为什么我在上面的位置 这么偏 你们知道这句话 有多可怕吗 我说完我都愣了 我说这竟然是我说的话 这句话太可怕 这句话就好像是那种 贪官收到的第一笔钱 浪子喝到的第一杯酒 就是一切都只是堕落的开始 我以后 我再这样下去 我就会变成那种 凡事都讲究面子 讲究排场的人 直到有一天 严重起来 我连被绑架了 第一反正都不是逃走 而是问他说 你就给我准备一辆面包车吗 然后再指着旁边的杨闷人说 我的咖位 他凭什么和我一起被绑架 他说 少废话 庞博你杨闷都在我手上 我说庞博的名字 为什么在我前面 他说你们都给我跪下 我说那我可要跪在最中间 他说我受不了你了 你信不信我要撕票 我说撕票 那法医是不是要来拍 你等一下啊 你拍吧 在这张遗照上 我要厌压所有人质 这是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我就快速地反省自己 我觉得我不想变成这样 所以以后我决定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作义 如果真的是最大的努力 我也做不好的话也没关系 大家也知道 我家是有产业的嘛 我爸我妈是养猪的 所以到时候我就和我妈回去一起养猪 别的不敢说 在那个猪圈里 我一定是头最小的吧 开心啊 我最近有点不开心你知道吧 因为最近 真的 最近老老人说我说的不是脱口秀 我就说 你太生气了 你说我不好笑就不好笑 你为什么老说 我说不是脱口秀啊 直到前几期 有一个目光特别炯炯的领校员 静姐 终于替我证明了 她说 杨丽让我陷入了思考 脱口秀 一定要好笑吗 当时我就被她问住了 我特别想顺着她说一句 不用啊 不对啊 脱口秀为什么一定要好笑 不要被规则限制住 就好像结婚一定要是两个人吗 一个人就不能拥有美满的婚姻吗 再比如说 脱口秀大王一定得是第一名吗 你可以是最红的那个呀 对吧 思路打开 你就会发现 你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 真的 歌手唱歌一定要好听吗 舞者舞字一定要优美吗 主持人一定要拥有 控场的能力吗 我是说 李淡的主持太差了 就是说 我说的不是脱口秀 那我想看看 到底什么才是脱口秀 我就看了一下 其他这些选手的表演 真的都太厉害了 就是他们有各种那种 微妙微笑的表演 肢体 有的还有口气 你知道吧 最厉害的就是徐志胜 他就这样轻轻一捋 他的秀发 大家就说 就是脱口秀了 说这个脱口秀也太好笑了 但是我想说 那我是差哪儿了 秀发吗 果然是脱口秀 志胜你知道 志胜就是我到现在 还依然在努力的原因 真的 真的 因为我这一季 本来就想随便比比 我也不想拿大王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网上一个评论 说 说听说 谁拿了大王 就要和丽姐炒CP 他说 好希望徐志胜 自救是吧 拿大王 我当时不夸张 说一身冷汗 我觉得那些做梦 我都经常惊醒 说不行 我要拿大王 重要是被那贼人拿了 贼人 贼人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我 从因为他 我写稿都变得特别认真 智商人也特别好 我在公司写着写着稿 他推门就进来说 姐 咱们 久 再见 我说 我说好了 你不要再威胁我了 好吗 姐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姐现在都有点久啊 真的都太厉害了 这都不是口音 这已经属于口技了 你知道吧 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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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就这样了 反正我怎么努力讲的 也不是脱口秀 我也不讲了 反正这会儿 我演出还有五分钟 大家就这样等一会儿 一会儿就录完了 你知道我失恋的时候 就是这样 还是得讲 我失恋的时候 就是像现在这种状态 然后就是 不想活了 又被男朋友抛弃了 挣这么多钱 现在只能一个人花 看个电影吧 找个浪漫一点的爱情电影 泰坦尼克号 看看有情人 是怎么被迫分开的 这个就是我对 泰坦尼克号的理解 我觉得他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又年轻 又帅气 又有才华 又遇到了爱的人 而且这个爱的人 又正好爱你 你就会没有好下场 最后能活下来的 只有那个有钱的女人 Like me 我对电影的理解 就是那么准确 就像有的网友 对脱口秀的理解 就是这个工作 我虽然一天没干过 但我就是懂 电影还是非常好看的 沉船那天晚上 然后那天晚上 狂风大作 就呼呼 口气来了 来了 下大雨 风雨交架 呼呼 什么玩意 一段真正的脱口秀 送给大家 我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 我这个人从小就比较招人喜欢 现在有点不明显了 小时候还行 都是由于我的工作 你知道吗 前两天我去玩一个密室 然后那个NPC 他手里了一把钥匙 他就说 来小妹妹 你说点好听的 说点好听的 哥哥就把钥匙给你 我说 那哥哥 你算是找对人了 妹妹 我最擅长的就是说 好听的话 你真的是很天真啊 男人 真的就是都是工作 使人 然后自从我说了这个以后 我现在生活中遇到的男的 都特别尊重我 但是都不喜欢我 男的好像很难同时 做到两件事 你知道吧 有一次我认识一个男生 我觉得我俩聊得挺好的 我就说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呀 他说你别乱说 我很尊重你的 我说 那要不你试着 不尊重我一下 你冒犯我一下 他说 那我就直说了 我并不喜欢你 我说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对 这确实有点美 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你知道吗 太紧张了 我本来以为 我已经见过很多大市面了 我怎么又被这个节目录紧张了 尤其是我 我其实已经赢了 因为我已经是多国秀女王了 我已经赢了 你看看这些人 你们看到他心里想的是 这是决赛选手 而我想的是 没有一个我的竞品了 我也没什么 没什么好紧张的 对吧 能进决赛真的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我去年进 今天又进了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你说我怎么做到的 杨萌恩 有道菜是怎么行的 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满足了 尤其是今天主题 叫幽默陪你走过四季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想说 不 幽默就陪你们走到这了 我也不想当大王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被过度的重视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一个冰激凌了 然后我妈就给我了 没有给我弟 我弟就说 妈我也想吃冰激凌 我妈说 你着什么急啊 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 我当时想说 天哪 这不就会是传说中的重男轻女吧 但好像对我也没什么伤害 长大以后 我妈又开始逼我弟继承我们家的家业 也就是养猪场 我弟特别不乐意 说我姐 为啥不用养猪啊 我妈说 不是说了吗 以后这个家是你的 我当时在旁边就松了一口气 身上说 有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真是英文那句老话呀 girls help girls go power go power 我弟 真的啊 他从小到大跟我吵架 没有赢过 你知道他小的时候 有一次回来 放学回来 特别要我杨威 说姐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能姓杨 我说 但是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确定是我的孩子 他听懂了 他说你不能怎么对我 我虽说是个男的 但我也是你弟啊 我说你还是没听懂 小伙子 真不一定 听完这句话 他哭得就像是一个 来路不明的孩子 你知道但他从来没有 放弃过战胜我 还不死心 他说你别笑了 他现在我说你别笑了 你知道吧 我都没跟你说 你一笑牙龈 看起来特别大 谎言 我说你懂啥 那是因为我牙龈健康 因为我用云南白药 口腔修护寒朱液 搭配活性太阳 帮助减轻牙龈问题 呵护口腔健康 你猜怎么着 姓杨不姓杨都让用 这个比赛 真的不能再往下比了 你知道吗 再比 比如说没有段子 我都没有弟弟了 但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话题 因为我这一年 新的生活没法写 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个节目的 录制现场 然后当时正好有 四个工作人员 要带我上厕所 你懂那种感受吗 就是我的内心里 有一个理智的声音 你说四个人 也太夸张了吧 但同时又另一个 虚荣的声音说 四个人 也太夸张了吧 这就是成功的感觉吗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 不行 杨丽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堕落了 你要想你原来 你开始为什么做这个 你原来你是热爱艺术 你也不是热爱金钱 我要变回那个热爱艺术的 纯粹的自己 我就回去找了我 大学时的朋友 我说朋友 你快救救我吧 我堕落了 我现在除了钱 什么都没有 说完还帮他把 刚穿漏的袜子 补上了 他也很好 帮我把我新买的 纯金黄罐 戴在了头上 我说别带了怪众的 拿去换套房吧 运气好的话 这个皇冠 能请到忽兰两天 好吧 我诚意认这一段 是我编的 他真正说的是 他说你还记得 十年前我们一起 画画的时候 我们聊起了梦想 你是怎么说的吗 我说十年前 那我肯定是说 我要做出这个世界上 最深刻的艺术 我要做一个艺术家 他说不 当时你简单地 跟我说了四个字 你说的是 我要出名 我当时想说 我要告你 我说不是我说的 是忽兰说的吧 怎么可能 十年前 我从小 不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 敏感痛苦 热爱艺术的人 我这辈子 都可能过得 特别惨的一个人吗 他说不是 你从小就庸俗肤浅 见风使多的 你放心 你这辈子会过得 特别好 所以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 充满世俗欲望的人 我根本不是那种 假装淡泊名利的人 我自己把我自己 都骗了 所以我收回上面那些 我进到决赛 就已经很好了 不用给你们 不用你们给我投票的 积极歪歪的话 我希望你们都给我投票 我要继续比赛 因为幽默 突然改变主意了 幽默就是要 陪你们走过四季 你们要是不给我投票 你们就是不支持女性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我不能代表女性啊 我不配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所以你们要是不给我投票 你们就是不支持我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说 希望你们支持我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